那 但是如果這邊有引用一段話 那個世界環境聯合國的這個委員會 在1987的《我們共同委員會》 這本書裡面他也有談到 這個不一定是對立的 他說換翻與驅發展策略的共同主題 是需要在決策中將基金案生態考慮結合起來 實際上他們在現實世界上的運轉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要求在態度和目標上 以及各級組織安排上做出變動 我們常常碰到一個難題就是說 你在談環保的時候 你這個是反商啊 你是經濟發展的半小時啊 但事實上這些問題是全球共同面臨的 只是一個態度的轉變 現在就是態度沒有轉變 所以發行就是說好像環保經濟 我覺得那個要講環保跟經濟對立 都是我現在就是開發派的 他是故意用這樣的給你戴帽子 但事實上如果整個環保跟經濟合在一起思考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發展出綠色的經濟的 只是說在整個決策的過程中 必須要讓我們充分的參與 那怎麼樣充分的參與 就是比如說這個環保的民眾參與 這個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機制 好我們再回落一段來看 比如說中二三起 中二三起要很大的一個 它有斷塵帶 它有這個影響農田灌溉的問題 它有這個當地居民 還以來風險過高的健康風險的問題 它有這個空氣污染採放的問題 然後我們有文化資產的問題 比如說文化資產 環平的資料上面很清楚的顯示說 那個地點是一個遺址 然後環平的過程中 怎麼處理那個文化資產的調查 就是隨便看一下 然後就說沒有 沒有發現 那個案子是那個陳光甫 陳光甫教授 然後後來就寫說 你只有地表搜索 這樣能不能看到 你要挖掘啊 紅外遺址 不一定 永遠就在地表就看得到 後來也要挖 後來就這樣就過了 混過去 為什麼可以混過去呢 因為我們環平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如何落神環境守門 這個很困難 就是說 我們到底有多少力量能夠 跟公務門做同樣的事情 甚至公務門的都可能很草率 其實最理想的是說先不要管NGO 就是公務門他在進行這個環平的過程中 他要怎麼樣落實環境守門員的角色 應該是先要求公務門要做好這個部分 那NGO才是另外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這個 去年三月一號的學生 在環保署抗議 然後這個同學 他做那個標語 他寫說 停止屠殺啦 不停工就是屠殺 然後我記得 他那一天 他說那個牌子大作 他第一次參加這種 借口的抗議的活動 他非常的激動 然後後來 你查在那個 相關的演講 就是說 這個 不停工就是屠殺 其實差不多意思 因為 像我們現在 政府不是在寫那個 養豐約的國家安全報告 國家安全報告裡面 比如說 遷徙自由 比如說 水權的保護 他理念都要求 就是說 你必須要對 這一些 對這些自然之源 賴以為生的人民 你不可以任意剝奪他 為生的工具 老農 就是靠這些 灌溉這些水 過日子啊 如果水污染了 或者你的水被波 用到工業用 當然活不下去啦 他怎麼活 他就要變成打工 要去其他科學人去打工 沒有辦法重結 沒有辦法重結 就是屠殺老農 我覺得他講的也沒有錯 那這個案子 裡面 他裡面就是說 對健康風險評估 如果沒有 沒有做的話 其實真的是 對環境的重大影響 的情況 就一反必須要進行二階環評 那如果沒有進二階的話 就是一種 財良權的耐用 然後法院也建立 法院的相關派局 建立了一些 對的審查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對環境的重大影響之餘 要進第二階段環境想評估 在目前這十年來 行政法院的相關的判決中 非常 被重視 行政法院的法官 非常的強調 第二階段環境想評估審查 裡面的公平參與的制度 很高